就是呢,把那個什麼呢 剛剛的新增 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這一段跟這一段 把它什麼 mix在一起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程式就是 兩段 mix在一起,或者三段、四段、五段 所以以後你們要寫的話 你可以不用急著一次把它寫到位 就是你可以分階段慢慢寫 最後再把它mix在一起 那就是你要的結果 比如說一鍵完成報表 當然它可能有很多步驟 你可以分別寫完之後全部串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放一起 或者用call 或者用傳參數的方法 都可以啦 只是說有些東西可能大家都還沒有學過啦 比如說怎麼樣 我這個sup用傳參數的方法也可以 我方法二有 那如果有些同學不會沒關係 我們就是用比較一般性的方法 來完成 比如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跟這個合併 所以我需要什麼 先給它一個新的sup sup名稱呢 也許我把它取名稱叫做 我跟雲端這個名稱取一樣 這樣比較不會衝突 叫做分割工作表 也許這個名稱 然後我這個分割工作表的sup Enter過 它自動會出現 實際上就是把新增工作表 這個 所以第一步就是把新增工作表的程式 複製 貼過來 這樣有架構 這樣有架構 二的話呢 就是把 班級這一段 但是特別注意 不需要清除 因為你貼過 你其實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放過去而已 所以你不用 第一行不需要 然後 Ctrl C 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貼到 貼到這裡面 特別是貼上去還有一些 地方要注意 貼上的時候呢 因為它裡面有Full 所以請你把它 因為它是在它的下一階 所以記得貼上的東西按一個Tab鍵 讓它換下一階 然後再來其實就是 註解的東西也許把它刪掉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 好像程式越短 感覺 看起來就相對清爽 然後也許你可以再把它分割一下 也許上面這邊可以加個註解 這個註解就是 剛剛的那個班級那一段等等 然後一直到這邊 結束的地方 也許你可以把它分開一下沒關係 這邊也許分隔線 你愛怎麼去 把它分隔都沒關係 有你的Style都沒關係 其實程式本來就是 非常有個人特色 個人風格 的一個環境 只是說一般人 大部分都是 被框框框住 好像以為 只能這樣寫才可以 其實沒有我覺得這裡面可以寫的方法 至少 有10種以上的寫法 但是你 不是說每10種方法 全部都重頭寫 每個都不用了 就選一個最好的 你最 熟悉的 然後你可以很流暢的寫出來 就是好方法 那比如說我的習慣 我先寫第1段寫第2段 把兩個miss在一起 OK 那我們寫的方法 第一個 那我一樣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說 要怎麼寫 沒關係 我講你可以邊 中段 邊修改 OK 比如說我今天好了 我不確定 Run完 我先停在這裡 前面應該沒問題 所以Run到這邊 幫我停下來 我這邊會出錯 分割 因為這邊我有寫 一個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把這個先刪掉 刪掉 OK 然後讓他跑一下 停在這邊一下 跑 好 那他會出現什麼 第一個他就跟你講說錯 錯在哪裡呢 因為兩個i 對 這邊有個i 這邊有個i 那怎麼辦呢 把這邊改追吧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外面是i 裡面是追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就是改成追 那追的話要改哪些地方 這邊要把它改追 這邊把它改追 但是不是每個都改 因為這邊的話 4i 這個 這個指的應該就是我要去找的那個 哪一個班旗 所以這個應該還是保持i 那再來的話就是改 這個 這兩個 OK 接下來的話 應該我看一下 這邊再來 OK了沒問題 所以新增一個工作表 改成叫做一班 接下來的話 我們k k不能等於 5 變從5 不對 應該改成到 1開始 上面那個藍二名稱先不用管 反正到時候你們自己在call就可以了 不過 我覺得 一步一步 OK 然後所以 1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幫我去從 第2 所以特別注意 第2列 到第10應該指的 不是在這邊嗎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應該在 這個 這個 這個的前面 應該要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序則1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那個的 序則1 你可以從這邊複製 我的習慣是複製過來就可以 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再複製過去 然後 意思就是幫我比對一下 那比什麼呢 比的就是 這個序則1裡面的 第幾個呢 這邊往下 2到12 跟 這邊的 先抓第1個 OK 所以特別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這個應該是i才對 不能是追 不然追的話 他一直往下找 不對OK 所以應該這樣寫的OK 我們還是想